哈喽大家好,我是正式爬墙左燃的钱莫夫人 每逢舞会必爬墙,一贫如席扮丽江 双丫不愧是我 为了庆祝我再婚快乐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好好炫耀炫耀 我的新老公左燃 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宝贝 本期左燃舞会卡再次封神 要色气有色气 要修罗场有修罗场 要开窍有开窍 甚至还有见家长 万万没想到 表面上看起来 最刚办的男人 进度条 居然领先了骚话连片的小陆总和墨逸 这一波 这一波是左燃偷家 姐妹们 我就问你们一句 这张舞会卡 你强曲了吗 对于我这样一个天天被避战和谐 持正上岗的老司机 左燃这次约会 简直就是在给我的马达上抹润滑油 姐妹们 你们真的知道 腾狗是怎么跳的吗 你们真的知道 一步制药这首曲子跳起来有多刺激吗 左燃和女主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就是这么交紧而拥 耳并撕膜 跳着这支看似严肃正经 实则激情挑逗的舞蹈 他们已经亲密到了 女主甚至在梦中 都能闻香食男人 这暧昧的香水味 就是他们每天亲密接触和剧烈运动后 汗水滴落的味道 要说他们这一个月没有发生点什么 我就想问 你信吗 信吗 好吧我信 就这 主人还不满足 还非要以搭档的蹩脚名义为由 和女主使用情侣同款香水 好家伙 你们这样出门 人家不会觉得你们是情侣 只会觉得你们是夫妻好吗 在动物世界 通过气味宣示主权 是动物的本能 ABO的文学里 也有互相标记 沾染性吸塑的设定 而在成人世界 一般说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基本上就等于过夜 毕竟还能有什么行为 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持久留下香气呢 那必须是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啊 索然在一次苏伦的刺激之下 进度条已经突飞猛进到疯狂宣示主权 苏伦小兄弟 干得漂亮 梦里梦外 助攻的工资 我双倍发给你啊 索然之所以在梦里 把苏伦塑造成了一个无比油腻的大魔王 且对于苏伦和女主 曾经共演图兰朵男女主角一事 纠结于心 说明他在大学戏剧节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意女主了 并且对于此次苏伦邀请女主耿耿于怀 他梦见苏伦表白 恰恰表明在他心中 他非常紧张这件事情发生 害怕女主会选择苏伦 毕竟他是真的觉得 如果苏伦在大学就追求女主 就没他什么事了 醒醒啊索然 苏伦可是连历会都没有的男人啊 索然对于苏伦到底有多介意呢 当女主回忆起苏伦的时候 索然直接醋意满满的来了一句 别想苏伦了 然后马上表示 他要开车接送女主 此处应该划重点 你品你细品 索然这一波到底是在防什么呢 在车上 索然依然在旁敲侧机的打探 女主和苏伦的关系 他大概率是误解了 女主跨戏选择西方戏剧 是为了苏伦吧 所以才会刻意问 选修课那么多 你一个文科生为什么要选西方戏剧嘞 女主说是因为诚诚 索然还不太相信 直到女主明确表示 连苏伦长什么鸟样都忘了 这才做吧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原来女主高中钢板靠下咽 大学钢板 靠的是佐然啊 不过 佐然之所以在情感中这么小心翼翼 像是一朵尘埃中开出的花 真的就是因为 就像他说的那样 女主是他的特迷思女神 是他的可遇不可求 佐然总是害怕 使他给了女主太大的压力 而女主对他的配合 也只是迫于他上司的身份 并且 他对于女主因为自己的原因 加入面临潜在危险的NXX 其实是非常愧疚与不安的 佐然当初为什么会让女主加入呢 有可能是因为 女主是他非常信赖的人 可能是因为 女主是他认为非常合适的人 也可能是因为 佐然希望女主因此 能够参与她的人生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下子给自己新加了两个情敌 还添降了一个竹马 这一波啊 这一波是佐然亏了我赚了 不疲了不疲了 总之就创佐然这一句 永远等待你的垂青 简直了我今晚就选择垂青你了 佐然这一次的约会卡 让我坚定了 佐然肯定是在大学的时候 就对女主有好感了这件事 没准就是因为 女主的一场图兰朵 让她一见钟情呢 再加上 女主也是她妈妈的得意门生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猜 女主究竟是怎么进入的 特弥斯律师事务所呢 宅兴又为什么拉么执着于给女主和佐然拉郎配呢 你品 你细品 此外 难道女主真的对佐然没有一丝好感吗 其实这一次的约会 牛叉就牛叉在这里 开头一记连击做梦 让我原地给编剧一个滑柜 未定的呈现方式 让她看起来是同一个梦境 但其实只是巧妙地把两个梦境衔接在了一起 佐然做梦是因为太吃醋了 女主做梦却是因为快开窍了 女主梦里明面上是在找舞伴 实际上就是在找男人 图兰朵的故事里 公主因为想不起王子的名字而答应求婚 在知道王子名字之后 堕入爱河 何尝不是在影射 女主想不起来 佐然的名字是因为 佐然是她的爱人 但她自己不自知呢 在梦醒之后 说到佐然的短信 女主的反应也值得细品 我上司要是半夜给我发一句 睡着了吗 我第一反应一定是 来活了吗 毕竟我上司只会在凌晨三点 给我发两百字的任务布置 我也会和女主一样一秒 给上司回语音 但我是因为求生欲 而女主是因为她像男人 剧情在女主和佐然共舞之时 迎来了高潮 我万万没想到 佐然这个看起来这么正经的男人 居然还会一边跳舞 一边说骚话 Tango本身是一种 藏有不敢明说的 爱意的情人间的秘密舞蹈 隐秘而又热烈 而佐然告诉女主 是因为她点燃了自己内心的热情 让自己徒有其表的Tango 有了灵魂 佐略你太会了 我再也不说你是钢板了 表面正经 内心风骚 佐然跳Tango 五如其人 更要命的是 这个男人一边说 你好好说 你怎么还带着动作 这一段霸道的拉回 宣示主权 太要命了 而且女主居然开窍 懂得互聊了 佐然把最脆弱的部分 暴露给你什么的 简直不要太色气 强大的男人在你面前 霸道而又温顺的模样 这谁受得住啊 对不起墨亦 我要当佐然唯一的舞伴了 我要把对女说的那句话 输回一下下了 我为什么会说 这张舞会卡再次封神 不仅仅是因为佐然 她突然正面A了 还因为女主终于不再是 铜墙铁地 钢板一块了 这两人面对对方的求生欲 都很强 先是女主表示 哎呀我连苏伦 长什么样子都不值得啦 再是佐然借他人之口表示 哎呀我舞蹈老师的孩子 都比我大啦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给素伦来了次双重暴击 再加上佐然和女主在结尾的这一段独白 说明新的一年 她们要齐齐开窍了 她们要一起往前A了 2021年了 福利还会远吗 请大家把搞快点打在公屏上 我是一瓶如斯板栗讲 长期更新以游杂谈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